今天还有一个数字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家庭之外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失业 或者是根本完全没有任何工作的人 被政府强制要纳入国民年金 每个月缴交这个400到700块钱不等 但是不缴没有罚则 所以很多人根本不想缴 因为有高达187万人 从来没有缴过保费 归咎原因很多都觉得说经济不景气啦 不愿意再从口袋去掏钱 那劳保局也说要扎钱来办活动 推销国民年金 对照搅不出钱的民众 他们认为这个会不会又是乱花钱呢 我请教师郑龙大哥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苦日子真的来了 那么也看到那个GDP下修 已经三度下修 勉强是保三 当出口衰退股市低迷 今年的GDP下修 勉强保三 已经三度下修了 可是我们的政府是怎么样的 当全民接苦的时候 台湾还在乱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搞得乱七八糟 那怎么看 我是这样看 苦日子是各行各业 大家都会很苦 那我也觉得马英九很苦 马英九你看他这个苦到头发都掉了 什么的都是这样的 然后那些官员其实也很苦 你要去找出五年前的签师 签师 再来做百三师来拍马屁 这是很辛苦的 然后你知道龙委会的官员来说 他必须要隐匿疫情 免得爆出来 这也是很苦 我相信更多的官员更苦 然后呢 还有隐匿物价 可是你在怎么 不能去知道 不能去公开说涨价的事实 对 可是你在怎么苦 你有薪水 你家里没有问题 可是很多人 事实上你说像桃园复兴乡这一对夫妇来说 他们有房子 他不符合低收入户 他领不到兼贷 可是像这种官员 我相信他原先是 可能是临时工 可是现在很多工厂的员工变成临时工 临时工变成失业的 没有收入 因为没工作可以做 全部没工程 工程也要收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政府 你的整个经济发展 你未来世人 你不需要怎么弄 你的油垫 你的霜掌 那怎么办 大家都苦 可是苦的是什么 弱势的百姓 没饭当家 到时候怎么 烧炭自杀 几个煮沙的几大堆 你上面的苦是什么 苦工 你的人民 你就不了解我的苦心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妹妹 当有些人要摸黑 摸蜡烛 然后供吃一碗饭 到时候烧炭的时候 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这么多人 没有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